今天的天气要越晚越冷了 春节第二波寒流在今天报道 气象局针对全台14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同时也发布了强风特报 预估下午开始 台南以北 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沿海空旷地区 将会有不输给台风的9到10级强阵风发生 而在温度方面 平地最低温有机会下碳6度 这波冷空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上班日开始 在假期的尾声提醒您还是要注意保暖 难道不停搓手把外套拉紧 冷空气前脚刚走 春节第二波寒流27号接力报道 气象局针对全台14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清晨最低温全集中在南台湾 像是高雄山林9.2度 台南预警也只有9.6度 预计越晚还会越冷 中部以北会降到10度以下 其他地区11到14度 大年初期出发清晨还会搭配 辐射冷却效应发威 台南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只剩下8到10度 北半地区最低温有机会跌到6度 特别是在嘉宜北跟宜兰花莲这一带 今晚到明天清晨的话 可能有6度或者是持续10度以下 低温发生的几率 预计要到下礼拜一开始上班开工之后 整个天寒流才会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因为迎风面水气多 北部和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27号入月之前也有机会再看到飘雪 不过下午开始要先注意抢风 包含台南以北 东北部 东半部沿海空旷地区 都容易有不输给台风的9到11级 强阵风出现 整个寒流南下之后 整个风力都明显的真相 风力上跟台风是类似 不过台风的话 其实算是比较持续性的一个风 那就是比较属于瞬间的这种 比瞬间的比较强的一个阵风 建议要尽快把悬挂物招牌固定好 行车也要注意安全 就怕强风狂吹 亮成意外 记者会听到新语的特别读